五月还未进入盛夏 各地区的高温动不动就来到35度以上 北部更是在27号出现38.2度 极端高温的频率促使气象局和各部会 沿拟高温预警讯息 提前告知民众避免热伤害 温度如果达到36度以上 我们就会定义当该个县市的高温 那用的资料会用观测加上预报 所以我们通常会在前一天的下午5点的时候 进行这个高温的发布 高温预警将会采用黄 橙 红三种灯号 当高温预估到达36度时 则会亮起黄灯 连续三日36度或是单日38度则是橙灯 连续三天38度则是红灯 预估在今年6月启用预警信统 而在天气方面 周四开市将会有一波新的封面报道 下周全台天气都不稳定 星期四方面接见的时候 预估北部 东北部地区 甚至其他山区中午以后开始下雨 那北部 东北部地区 可能当天的雨就会断断续续 一直下到晚上 到星期五封面逐渐难下 星期五 星期六这两天 北部 东北部地区整天断续下 震雨或雷雨 其他的山区午后会有震雨 这波封面预估会滞留在台湾上空较久 甚至会有低压带的影像 加上湿暖的水气 渴望为台湾带来丰沛的雨量 大家新闻雷雅巡好 台北报道 好 好 好